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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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我常有摸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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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算万算 我没有算到最后能在 第十来名的时候念到我 所以那一时刻 我应该表现出的情绪是 无比的疯狂 我可能我都会在地上翻个跟头 从那个台阶顶楼翻下去 但是那一瞬间 我只知道鞠骨功 因为那时候脑子一片空白 韩老师 丁世贤贤吗 我是创造营2021个人学员韩沛权 韩沛权 沛权 首先感谢每一位 通过这一档节目 认识了新的韩沛权的 各位创始人们 也感谢大家为我撑的腰 我现在的这种状态 可能就不会像之前那么自信了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象过 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能到这样的位置上来 可能你们不知道 我在成为网红的之前 我参加了四年的选秀 第一年他们觉得我很普通 没有公司 然后长得也不好看 一般般也不会唱歌 然后我去了北京学音乐 第二年我去了 他们说我唱的可以 但是我后面的东西不够 第三年 我又去了 我学好音乐了 我有唱功了 我唱的也可以了 又有风格了 他们说 有个人风格跟我壮了 然后那个人可能比我火一些 我追了四年的梦 我参加了无数次城市海选 从一个小 很小的地方到省里 到一点一点的 我都没有见过导演 后来我放弃了 的确有些人努力了很多年 为了那一个事情 但他还是做不出来 我觉得肯定是在努力的过程中 没有去找到一个 该去努力的一个合适的点 方向错了 不是说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而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应该尝试着换另一种方式 就举自己的一简单的例子 现在的男团市场可能所有人 都在抢着一块蛋糕吃 这块蛋糕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抢的 那个残羹 那一小块一小块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一块 新的蛋糕呢 如果我们能找到新的蛋糕 我们就是吃大块的人呀 我选择了去做一个网红 用另一种方式 让大家认识我 想在这个世界 以不一样的方式获得关注 的确我成功了 18岁那一年 我很火 我改变了我们全家 我养活了我奶奶 后来 在最赚钱的时候 我跟我奶奶说 我说我还想参加一次选秀 试试 然后就来了这个节目 其实我想跟你们说这些的是 永远不要因为觉得 我在这档节目当中 我没有获得什么样的成绩 我放弃我的梦想 如果你的梦想只因为一个节目 或者只因为一场比赛 一个舞台 而能改变而放弃的话 那你的梦想根本就不是梦想 所以我希望 每一个人坚持下去 你们都可以 我们来这个节目 已经成功了 谢谢 谢谢